新年35岁的李妍瑾 李妍瑾是台湾之名性感女星 然而现在只要一起起她 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 不再是她曼妙的身材 而是她酒后闹事的种种丑闻 早前 她因酒后和出租车司机单接护殴 一战成名 去年7月就被媒体拍摄到酒后 与两名男性夜会举止亲密的照片 一度被外界疯传成一碗搞两难 2019年7月 李妍瑾被媒体跟踪拍摄到 她当晚与两名男性在酒吧喝酒聚会 当时的李妍瑾喝得两颊杯红 也明显的醉意 期间 李妍瑾开始不停地对身边的胡须男子发动攻势 砸肩膀 互相摸头摸脸 完性大发后 李妍瑾更是一把扯上胡须男的头发 直接将手伸进了男方的衣服内 上下起手 动作极其粗暴 几乎要把胡须男子的衣服扯开 与此同时 李妍瑾还不忘转头与身边的另外一名眼镜男 深情对望 后面也吵醒 之后 因为李妍瑾和胡须男打闹的动作过于猛烈 还一度双双摔倒在地 酒吧三场之后 李妍瑾被扯上第九位战的眼镜男 送回家 两人在四下无人的巷口还深情相用 这一切都被记者悉数记录在了镜头之中 事后就没起爆辆车 当晚护送李妍瑾回家的眼镜男 就是李妍瑾的正台男友 夜当起伏的剧情发展 更想吃光群众摸不着头脑 既然是男朋友 怎么能忍受自己的女友 在自己的身边和另一名男子调情呢 据台媒医院29日报道 李妍瑾在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 就也鬼门做出了回忆 还原到了真相 揭露眼内潜规则 李妍瑾十分委屈地表示 其实当天自己是遭到了胡须男子的骚扰 自己被拍到上下骑手的画面 其实是在阻止胡须男的行为 李妍瑾表示 因当天接收到了对方合作新系的邀约 所以带上了一名男性朋友一起赴约 但是没想到 导演见面后 直接开口信扫上说 我要睡你 喝多了 还开始对他 动手动脚 还扑在他身上 李妍瑾委屈地解释 所以我就把他的头抓起来 不要去刚好被拍到 看起来 变得像在打情骂枪 其实 这已经不是李妍瑾第一次酒后失态了 早在2016年的时候 他就曾因酒后努迪式司机单街户 一向成名 也直接导致形象大受影响 之前 35岁的李妍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本感慨 连续提问网友 为什么我现在还嫁不出去 为什么最近没戏拍 为什么那位司机明明态度不好 又上了新闻 还是有很多人用放大镜看我 其实这些问题 李妍瑾与其要问网友 还不如问自己为何要一边努力挽回形象 一边又要继续与酒精美舞 李妍瑾与其他人